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袁耳珊你今天会和我们讲一下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的自然疗法 相信大家在传媒都近期有很多这类的报道 我最近也有朋友的朋友 不是我直接相熟的 这位朋友的朋友 他很喜欢运动 曾经安排队友去台湾还游 当然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运动员 只不过提早退休 喜欢做这些运动 好了 他都成一年前度 去台湾玩完了之后回来香港 去大婴山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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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他就觉得 他走在草丛里面 干草丛里面 然后他突然间觉得 那只脚那里就好像被咬过 他发现原来在那个墨那里挂了一个 那个毒蝎 那些Scopio 塞塞的 其实那个Scopio 可能已经死了 好了 他感觉自己 他脚那里好像有东西咬过 然后伤口就一直发大 发大发大发大 大到后 后来他直接就是 所有的一般的抗生素 培耶西林 有些叫做夹养西林 这类的 都是控制不到的 那结果他做很多手术 将那些腹肉 就一段来批 批走他 那就是做了很多 那接着又要补疗 那很明显 经过很多个月的 在香港逗留 是不断地进医院去搞 那结果就 就是叫做控制了 那我这些都是听的 我自己没有机会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位 我朋友的朋友 那结果他就 但是我估计呢 他我就跟那个朋友说 他说他都没有什么 机会再去驾单车的 那你想想想 经过那些腿里面的那些 那些肉呢 一块块地批走了 接着去补得回 我想他的肌肉已经很大伤 那说完呢 最后我都听过他 就整个人都肥了 因为没有机会再运动 那这件事就够断落了 那其实呢 经常都听过 有些人说 他说呢 他有认识一些人 那皮肤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有个伤口 但这个伤口呢 眼睛是 是搞来搞去都搞不定的 那原来这个问题呢 在医学上呢 都有一个症状呢 就叫做MRSA Mephacillin Mephacillin Resistant Staphalococcus aureus 那就是中文的意思是 甲氧西林 Mephacillin 就是一种培里西林 一种 抗 就是一种金黄葡萄球菌 抗 这些培里西林 那叫做MRSA 很明显呢 是受了金黄葡萄球菌的感染之下呢 但是呢 对抗生素呢 是有抗拒 就医不到的 那一般过去呢 就是培里西林啊 那些 就是可以医这类的问题的 那但现在新的那些 所谓菌种呢 受到这些感染呢 就那个肉呢 是烂烂烂 是很难去医的 那通常这些的感染呢 是有两个 两类呢 一种呢 就通常发生在医院啊 或者那个养老院啊 护理中心啊 和可能那些 就是那些 健康 健康中心里面的 受到的感染的 那第二类呢 就是一般的了 在社区里面的 一般健康的人啊 比如很多时候呢 是运动员啊 是摄角的人员啊 或者是那些 那些 那些 幼儿院啊 那些护理人员啊 那和很多那些 健身室啊 和那些 那些 运动的那些 运动室里面的 那很明显的 这个是 医学上啊 都理解呢 就皮肤和皮肤的 折触 那可能会导致的 那所以 你也看到呢 是很多 那些 健身院那些地方呢 那些 他们很很紧张呢 就常常有些 消毒药水在 那很多人呢 都会呢 就是用那个 例如个健身一些 的那些 器械 那是要拯触的嘛 那很多人呢 就会拿一些东西 来瓶来瓶来瓶来 然后拿毛巾瓶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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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就是经常怕这些 一个问题的 好啦 那 disappointed 是不是很危险呢 其实可以很危险的 因为呢 如果有时候呢 处理都不好 它会进入了血 那 成身蔓延的 那 就是要积极去去去治的 那 在自然医攝附是否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呢 当然一定是有的 有些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用得更加好的 当然虽然Merser这个病 很多抗生素都是失效 但其实有时候都找到一些抗生素可以对付 但是在治疗里面我们不用 我们有我们的其他的方法 那通常我们有些什么要做呢? 第一次就是用多些茶树油 来到喷鼻,清洗身体 就是整体去清洗 多些洗手 还有如果是有些伤口 就用一些消毒过的沙布包好它 那尽量不要跟其他人 就是共用一些衣服、毛巾 就像剃烧烤那些这样的仪器 那么充了一量运动之后就全身洗澡 还有那些床单、衣物方面 是频频来清洗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般的所谓个人保险 即保健 或者Personal hygiene 方面 做得足些 又像这些这样的场合 那所以呢 这个真正的原因 其实可以这么说 第一就是个人卫生不够 第二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低 那么很多时候 那些运动员很可能 剧烈的过度运动 其实会减低免疫能力 那我相信我认识的朋友 所说的故事 其实他都是一个 他平时不是真的运动员 那么突然之间就要去玩 就安排这些环岛 又是单车 那我相信的免疫能力 是因此是压低了 那所以呢 在治癌里面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 简单的方法 那吃些什么可以预防 或者舒缓这个症状 就是起码啦 就是食物方面 大家很容易找得到 可以控制 那第一件事 就要大量喝多些水 那喝多些草茶 包括譬如姜茶 那个Cinnamom 肉桂 肉桂 肉桂粉 还有那个peppermint 薄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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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 那喝些汤水 那还有呢 就是 我们都常常有 有建议 就用那个 喝清鸡汤 和面糞汤 味噌里面 有很多益菌的 那喝多些暖水 还有呢 喝些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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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糖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尤其是我们的喉咙痛那方面 是更加有帮助的 好了 那还有些什么可以简单 令到我们的免疫能力 可以 就是 推一推动呢 那就做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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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三天 这样 那你记住 在动物界 动物受伤 通常他们会做什么的 不吃东西 对 就不吃东西 断食 冬眠 因为他们没有受益 自然界的野生动物 就是这样的 那自然 他就会背在一个 是做一个 进入一个 所谓断食的 休息的状态 那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那个 断食的时候 身体呢 就会将那个 身体有 就是 剩下的精力 是用来 一种维修自己 就不要用去消化 因为消化是真的 很浪费 就是很浪费 很浪费 很浪费 那需不需要 戒口 那很明显 就是除了 吃些正确的 饮食方法呢 有些情况呢 就是尽量 就是尽量 不要喝 就是要 有一点 戒口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 小心 不要脱水 那什么饮品 会令我们脱水呢 酒精 咖啡因 那些呢 通常都是会令到 我们小便多些 就是有没有人的感觉到呢 就是喝了 喝了咖啡 喝了啤酒 那特别尿多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呢 这些饮品呢 基本上呢 是令到我们会缺水 是 那这方面 第二方面呢 糖的尽量要减了 你知道呢 糖呢 是会压低我们的免疫系统的 那也都有研究发现呢 他发现呢 刚吃了糖之后呢 再看我们的血里面的 那个血球的活动能力呢 发现呢 喝了成多糖之后呢 那个白血球呢 就好像 懒惰了 不活药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就是糖呢 是可以压低我们的免疫能力的 那当然呢 果汁啦 果汁是很好的 但是果汁呢 始终的糖分比较多 那如果我们要喝果汁呢 通常呢 就是加水 冲淡多些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乳类食物 芝士啊 牛奶啊 雪糕啊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来用 尽量去减低它 那有没有些什么 针对性的配方可以用呢 那针对MRSA MERSA 其实我们有很多工具 那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伤口来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 是处理伤口 局部的问题 那其中一个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那个茶树油 那茶树油呢 是发现呢 是非常之效果 非常之好的 那其中在一份医学雜誌 是那个叫Journal or Hospital Infection 那里面呢 那这个医学雜誌里面呢 就曾经呢 就试过呢 就用一种油 用10%的茶树油呢 是处理这些的MRSA 的感染呢 发现呢 很快呢 又可以41% 的改善 这种感染的 那你知道茶树油呢 主要都是澳洲 是澳洲的土产来的 所以这个研究呢 应该都在澳洲里面做的了 好了 那除了茶树油之外呢 我还有些什么可以用呢 就那个胶性银 直接噴下去 或者用噴剂 或者用Gel 那原来台湾呢 也有一个研究的 那这个研究 有一个 有一个 雜誌呢 叫做Colioids and Surface B 那这个雜誌里面呢 就研究了原来用胶性银 是可以呢 是可以呢 是对付很多这些 这样的 超级的抗药的菌 嗯 包括这个 那个 金黄葡萄球菌 那还有一个呢 叫做 铜绿甲丹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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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呢 是Pseudomonas aerogenosa Arogenosa Pseudomonas 那这一类呢 还有很多的所谓 叫做Superbuck 就是很难搞的那些东西呢 那通常都会有 可以帮助到的 那很多人呢 就会喜欢在这些这样的场合呢 有空呢 就把那些 交食银 噴在那个 就是那个 门架那里 那里 是不是 还有那些 灯细那里 那很多时候呢 因为这里很多时候 会接触得到的 那很多人呢 就用这个简单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那个 大蒜油 都可以用在这方面的 就是可以用在这方面的 那还有呢 我在两年前呢 年几之前呢 我就回到加拿大呢 就参加了一个 自然疗化的医学会 的会议里面呢 有很多些人呢 就有很多些 参展商 有些特别的产品的 那次呢 我第一次见到呢 有间公司呢 就专门买那些 买一些 买一些 处理伤口的工具呢 原来什么呢 就是蜜糖 就是用蜜糖 那它有很多些产品呢 主要的基础呢 是用蜜糖的 那些斌带啊 沙布啊 全部都是有蜜糖的 的沙布 那发现呢 原来发现蜜糖呢 是一个 很好很好 就是很有效的 的 的 杀菌的 工具 对伤口处理都很好 那好了 那除了这个之后呢 那我们还有一些 香薰油 Oregano 哦 牛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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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薰油 亦都可以 有些方面 帮助Mersa 这种的问题 那除了这个 外用 那还有呢 我们可以 有些什么 内服的东西呢 可以加强我们 身体的免疫能力呢 那我就用 那个 维他命C 大量的维他命C 那当然呢 那在这些很严重的情况之下呢 有很多时候呢 就医生用一些 静物滴注的维他命C 那因为你需要的 那份量呢 可能要很大量 那靠食呢 可能吃不到那么多的 那很多时候呢 那在这些 有些中心呢 那些自然疗化的中心呢 那医生呢 就会用这个 静物滴注的 静物注射的 维他命C 那还有一些呢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益菌 那大量的益菌 那现在的益菌的品种呢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有效的工具都有了 那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那个 咫嘴花啦 就是我在治療里面 大家都听过了 咫嘴花呢 是增强它的免疫能力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金印草了 那当你的症状呢 出现了一些 黄色的农 农液出现呢 那这个就是 金印草的 GOLDEN SEAL 金印草的那个 正形来的 那通常呢 那很多时候呢 你会买这些产品呢 是两样都会有的 咫嘴花 加金印草 那这个就是内服的方法 那其他呢 那其他呢 维他命A 也会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那还有一个就是 空腺素的抽取物 就是FIMAX FIMAX的TISSUE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那在同类疗法方面 有什么可以处理到这个MERSA呢 那在同类疗法呢 当然我们要辨证狮子 那看个正形是什么呢 就用不同的疗剂 那譬如当时的症状呢 就是发泡种种 有一种刺 有一种痴 有一种痛 那发现冻肤又舒服一点 那这个呢 一种黄蜂症形 那这个疗剂呢 那这个疗剂呢 就是黄蜂 APIS 那好了 如果当你的伤口感染呢 就会流一些 流一些分泌 那些分泌呢 好像一些蜜糖 那样的黄黄的 那些分泌物呢 那这个疗剂呢 那这个疗剂呢 可以用的呢 就是那个石蜜 Graphides 那还有呢 如果当你的症状呢 那个疗剂呢 是那个疗剂呢 是很痛的 很尖锐的刺痛的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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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那些冻肤呢 就会感觉到舒服一点的情况呢 那这个疗剂呢 就是 Hepasulf 一个流氓的疗剂 一个流氓的疗剂来的 Hepasulfurus 好了 那当然呢 如果你发现那个 伤害有化龙呢 OK 那如果那个疗剂呢 就好像呢 就是 整天都好像 化不出 就是 勾着那个疗剂 不出现的时候呢 那可以想到呢 是直 Cilica Cilicia 那当然呢 再有其他的疗剂呢 是视乎症状而配的 那所以呢 在同样的疗剂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的问题呢 是不可以用一些 简单 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去处理它的 谢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经常听到袁医生说同类疗法 如果大家都对同类疗法有兴趣 除了可以听自然疗法语理 和零丹妙药的同类疗法这两个节目之外 还可以亲身跟袁医生学同类疗法 课程由亚洲同类疗法学院主办 詳情可以去 www.ahi.com.hk 或者打25773798查询 未来Session 6 会在10月13日开始 要报名就快点了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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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大家在听的是 www.sourceradio.com 原网台 我是长焦低炒的阿姆 好 Vir药 ú